好我看個題喔 他說有A點有B點 還有一個平面1 求直線AB和平面1要交點坐標 好 我們有問平面的 有 所以說今天重點是在幹嘛 去把這條直線AB把它找到來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所以找出直線AB的翻層4 和1連立就可以求出交點了嘛 好直線AB的翻層4怎麼算 這時候這裡是空間 對吧 空間當中求直線 最常用到是什麼是 參數式和對稱比例4 好 因為我要去求這條直線 這個平面什麼 交點嘛 所以老師建議大家用什麼是 用參數式 為什麼 因為參數式可以直接去假設 坐標 對吧 所以說怎麼算 參數式 第一個 先找出這條直線AB的翻向向量 也就是向量AB行不行 算數來自己 0-1 1 之後麻煩你 我這時候以A點為基準 這條直線 好不好 OK 可以寫成以A點為基準 1-2 0 這樣行不行 那我AK增加0T的時候 Y軸會少掉1T D軸會增加1T 這樣行不行 把它填上去 其中T屬於什麼R 這樣可以嗎 好 我今天要求這條直線 和這個平面交點對不對 所以說我去假設 好不好 交點P事情 因為這交點 會在這直線AB上面對不對 所以說我直接用參數式來假設 這P點主要事情 1-2-T 以及T 這樣行不行 好 所以假設這交點 交主要教請 叫P行不行 之後直接把這P 帶入誰 帶入平面1 這樣行不行 之後把它帶進去 好不好 把XY 力 帶進去 帶進去是幾 1 2Y 帶進來-4-2T 好不好 -力帶進來-T 再-2 等於幾 0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算出來T是幾 負了3分之5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這時候把T 算出來是負了3分之5 好 算出來T之後 把T 帶回去 去把P點桌標 把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在P點桌標是幾 我A軸是幾 A軸是1 Y軸呢 負了減掉負3分之5 負負的正 是幾 負的3分之1 T用起來負的3分之5 把它帶進來 這樣可不可以嗎 麻煩把這邊看一下